OK 歡迎回來我們第三拍的強國 生還者 這一拍很特別 有兩位嘉賓 我們這一集主要講一下 其實有很多國家 我們其實有很多人去過 可能未去過 可能都不是十分熟悉 我們請了兩個嘉賓來跟我們講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只是很近 遊覽我園 好像很近馬來西亞 但你說是不是有很多人去呢 又未必是 究竟馬來西亞是怎樣的呢 我們先介紹兩位嘉賓 我們現在錄音室裏面有兩個人 有一對夫婦 他們是Ben和Yu Junior 我有責任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Ben他在馬來西亞長大 原來馬來西亞主要是馬來話多 然後有英文 其實小時候他不懂中文 甚至現在應該都未懂中文 我都要跟自己講 我們講中文要講慢一點 還有不要講那麼多潮語 有機會他們會聽不明白 然後大家可以問一下他有什麼問題 看看可否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完整的畫面 給我們看看馬來西亞怎樣 第一個問題不如我先問 好 其實馬來西亞跟香港相比的話 其實大概是 有沒有說像什麼地方 有的 我們馬來西亞也有很多華人 好像香港那樣 幾多文化 每一個國家的人都會在那裡住 還有那個天氣好像熱天一樣 我們沒有冬天 不過除了冬天 都是大同小夜一樣 二十多二十七度到三十度 即是羽絨那些 在馬來西亞就沒有人買了 沒有人買 除非買出國 最冬是多少度 最冬夜晚都成二十一二十二度 都不冷 但那種熱是不是香港那種濕濕熱熱的那種 都會 不過沒有香港那麼濕 舒服一點點 我們那裡就有兩個季 濕和乾 濕的時候就涼一點 即是下雨 一年有兩次下雨 除了這兩次就乾 一年才下兩次 兩個季節 North East Monsoon和South West Monsoon 那我聽起來天氣都幾不同 其實我相信生活方式和節奏 和香港都會有些差別 除了沒有冬天 那邊呢 實在都很... 怎麼說 很相似的 很接近 出去 要是說 上完班 weekend 出去hiking 去海皮那裡 享受一下 釣魚 坐輪船 一樣的生活 現在全世界都大同小異 即是都會有夜生活 都會有什麼 夜生活和香港都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先離身一下 離身的 利益生活 那邊是夜生活之王 夜生活 計算都快 可以這麼說 除了Ben和Eugenia 我應該是去馬來西亞最多的 那我之前應該是畢業那段時間 就做過一段時間的領隊的工作 那經常這個村子 所以KL KL就是吉隆洲 吉隆澳 Penang就是檳城 和佛羅交易 其實都很喜歡馬來西亞的地方 那雖然真的有些太熱了 但是呢 他們那邊那個語言 真的我覺得 每一個 因為可能我接觸 因為可能那邊大團 接觸很多都是壞人 每一個都是語言的天才來的 即是他們包括這個白話 普通話 有些可能連 敏南話 或者潮州話 敏南話和潮州話很近的 好像很像 那英文 還有那個叫做 應該是叫做馬拉華 一個人基本上是三四種語言 都沒有問題的 我想Ben應該都可以 大多數三種語言 如果是唐人的 即是說一種中國話 福建也好 好港府也好 怎樣都會認識一個 多數都認識兩三個 OK 馬來西亞一定要 因為讀書都是讀馬來西亞 和讀英文 OK 但不會有些華人學校 就不教馬來西亞的 就教中文的 會不會有呢 中文學校不是多 有 不過怎樣都好 都要讀一科馬來西亞 如果考馬來西亞 考不到 都想不到 但是學完馬來西亞之後 譬如在那個學校裏面讀馬來西亞 因為他是必修科 那是馬來西亞 但在日常生活裏面 會不會多使用這種馬來西亞語言呢 會的 因為55%是馬來西亞人 那就是 日日的生活上 都會跟他們接近 那 說起來 大家人都是 大家都是講自己的語言 方便些 就是等於我們 國內的普通話 我想 有點像在香港講廣東話 香港的廣東話八九成 他們起碼都 沒有理由在香港 你不會講廣東話 這個是講不通的 OK 講到香港 你們都是讀英文的 我們都是一個英文的 不過講 都是講廣東話多 沒錯 又哄一些英文 那些假ABC 不懂英文 不懂中文 我中文一般 田小姐 那麼多人會講廣東話 我們這些廣東話 都很多人會 很多人會 很多 不過看哪裏 便利是福建人多 加倫波和宜保 即是佩洛州 就是講廣東話多 馬六甲就是一半一半 到佐賀新山 新加坡交界那裏 就講中文多 普通話 就是普通話 所以你看看你在哪裏 在哪裏居住 去到哪裏 所以為什麼我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沒有去過馬來西亞 但是我聽說過 馬來西亞的人 都很喜歡看香港的電視劇 那我就會自動想到 會不會是很多人都會聽廣東話 對呀 他們好像去那裏 搞頒獎典禮 對呀 對呀 很多都來表演 小時候你看什麼TVB電視劇 應該是看TVB AV學都有 正常是TVB 我們看英文片多 因為我們唸英文 沒有讀中文 所以不懂得講 不懂得讀 有些出名的 那個時候李小龍 每個人都會追 電影 電影多 電影多 因為我印象中 這個白話 其實是否主要都是在家庭裏面用 例如Ben Eugenia 都在家裏面自己交流 才會用白話 例如一般朋友同學 家裏 或者官方語言 主要都是探索馬拉華為主 都有的 我們 就是講白話多 那些同學 就一半一半 很多人 跟我們這批系 那邊生活的 通常都有一些華人的背景 譬如爺爺 譬如說爺爺那一代就移民過去 就算沒有中國生活過 但是多多少都知道中國的東西 所以語言方面是很自由的 因為我記得當年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雖然大家都是講白話 但是那些用字是很大不同的 很大不同的 譬如下雨 我們今天下雨 下水 那有沒有錢呢 就是有沒有雷 剛才他也說過 廣東話 他叫做廣府話 我告訴你 聽得明白 也挺大的出入 肯定肯定 是啊 剛剛 我也想拿這個主題來講 讓你先說 我們那裏的廣東話 就已經 evolved到很重要 侵了很多馬來話 還有英文也有侵下去 很多東西 你剛才說的 有多少雷 不止有多少雷 好像這裏你問 多少錢 三個八 我們就說三溝八 這個也聽過 好像有時候那些話 侵了馬來話 你去到你頭頭真的不知道我們講什麼 好像上次一個朋友 他是交通失事 他就問他 他就說我交通失事 另外一朋友就問他 哪個沙拿 有沒有報馬達 他說 馬達是警察 警察 警察 誰沙拿 沙拿是馬來話 是說誰不對 是否SORRY 誰SORRY 誰沙拿 誰不對 誰不對 所以就侵了很多 還有類似 還有什麼 就算遠度 有幾遠來說 你們是說 我們是說 貓 我們是說幾多條石 幾條石 十個貓 即是說十條石 一條石是一貓 一個貓 但這個石 是否一顆石頭的石 還是純粹是馬來話的石 即是馬來話來的石 那我就回答你不對 我不懂中文 我只是聽回來說 我真的不知道 還有一咪後 他跟我說過 對數字的概念都不同 我們說一、十、一百、一千 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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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千 沒有人用一萬 如果你說這裡 買同車 四萬五 我們就四十五千 四十五千 因為英文是 十二千 一萬 這麼算 跟英文方式 對 如果到一百萬 照說一百萬 一百萬 一百萬 一億 都沒有人用 一億是怎麼說的 一億 一百個million 因為 英文 英文 一個billion 就是十億 一個billion 一百萬 一百萬 就是1 million 所以 大家說真實在 講中文都溝通不了 四十五千這麼貴 不行 四萬五 所以這可能就是一個文化差異 不過難得和Ben今天可以聊天 都很想了解一下 因為作為馬來西亞一個 因為很多民族聚在一起 會不會有種族歧視 或者不跟他玩 他可能是馬來人 馬來人又不會跟華人玩 各自埋堆 在我住這麼久 我未試過這樣的情形 我一個兄弟 實在是馬來人 去到哪裏 他都會跟人說我是他的兄弟 所以我們從小玩到大 即是大家都很誤欺 是的 正式說 每一個國家 少數 怎樣都有 你去到美國 英國 全部都一樣 所以這些又不可以拿一個大體來講 你撞到一個人是這樣的 就說他平時中國人 對的 對的 講到這個問題 如果當十個人來講 十個人我們的比例分佈是怎樣的 十個人裡面有多少人是馬來人 多少人是中國人 多少人是外國的 多少人是外國的 哪些國家 馬來西亞呢 五十五巴仙是馬來人 五十五巴仙是馬來人 二十五巴仙是中國人 都多 七巴仙是印度人 另外那十二巴仙是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人 可能會有些是美國 歐美 歐美人士 都有 總之都有 菲律賓 印尼人 緬甸 全部都有 OK 是不是都多香港人 香港人都有 香港人都有 那二十五個中國人裡面 大概有多少個香港人 我看我們沒有這些數 大人 但會有接觸過的 小時候讀書 或者會不會有些香港人在讀書 應該反過來我想問 我約莫這二十五個百分比 就是中國人 那這二十五個百分比 大概有多少人是約莫 是講廣東話 或者講這些話的呢 差不多二十五到三十個百分比 最多就是福建人 我怕我怕 是 然後就是廣東人 其實馬來西亞 剛才我們之前 聊天之前 也有討論過 馬來西亞的面積都很大 我看見好像香港 一千多一點點平方公里 馬來西亞應該是 三十萬平方公里 是啊 我們說三百千 三百千 三百千 那個居住環境 應該會沒有像香港 我們一般住的 四五百尺 七八八尺 就已經說豪宅 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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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亞我相信 居住環境 都會比較舒適 是不是 那就舒適 比香港 因為我們地多 你做一個公寓 多數都有 最少都有 你們用方尺 還是平方 我們用方尺 用方尺 1,100方尺 即是八一平 是 由中層來講 1,100方尺 到差不多 2,000方尺 即是 2,000方尺 如果1,100方尺 這些是否一般 普羅老百姓 都可以支付到的 一個 affordable 的居所 是的 這些我講是差不多 average 例如我們去旅行 去馬來西亞 八旗不是去過的 找個機會去旅行 去馬來西亞 普通KL 駕駛的士司機 那他可能家裡 都在說是1,000尺以上 是的 住多少人 1,000尺 可能就是 1,000尺 多數是 3個房以上 3個房以上 但一個人的Family 他都是住 這麼大的地方 是的 但如果這個1,000尺 這個房 會是一個政府的 所謂我們所說的 廉租房 還是一個 是真的一個私人物業 可以作為一個自由 去買賣 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還是會是一個怎樣的情況 不是政府津貼的 這些是那些commercial建的 那些property developer 但是是affordable的 affordable 價錢很便宜 跟香港比 好像你說一間apartment 三十萬左右 你都買得到 三萬 三萬 馬來西亞錢 那你乘兩倍 六十萬左右 六十萬港幣 那你說那些 漂亮一點的 高尚一點的 不是說很高尚 就是高層一點的 四百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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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差不多買二千多尺 四百萬我們只要買到這個 買到一個廁所 也不是的 三百尺 買到一百多尺 二百多尺都可以 新樓內二百多尺 三百尺 還有相對來說 物價都應該是比香港低一點 沒有香港的東西那麼貴 我現在食餐很硬 可能在黃區 都拿到四、五十、五、六十港幣 我吃一餐 所謂普通的午餐 在香港要這樣 我相信馬來西亞 可能會便宜一點 如果一個午餐 假設很貴重的 例如一碟 碟頭飯 大概多少錢賣幣 多少錢呢 我用吉隆坡的 因為 怎樣說 標準是不同的 吉隆坡最貴的 跟吉隆坡比試 如果你出去吃早餐來說 吃那些印度餅 馬來西亞一元三都吃得到 差不多這裏三元都不用 嘩 這個什麼錢 喝一杯奶茶 那些印尼的拉茶 有聽說 很喜歡的 一元雞 馬來西亞的錢 即是兩元左右 一杯奶茶 一個印度餅 即是四元左右 十元可以完成早餐 還挺豐富 挺豐富 炒餅 三元半 即是七元左右 餐廳 即是看你出去哪裏地方吃 很多馬來西亞人喜歡去街邊檔吃 因為街邊檔更好吃 餐廳 除了你說去business lunch 那些很少人去餐廳吃 除非喝茶那些不同 都不貴 這裏差不多 香港一半的價錢 那它其實會不會 因為租金便宜 和其他整體的城市 或者國家裏面的消費指數低 所以它會可以容許到 這個比較廉價的一個消費 你說香港 你說如果真的同樣的價錢 教租都教不了 我想比較 如果一個平均 平均可以的 一個大學的畢業生 即是剛剛一出來做事 那麼若莫那個收入 若莫是多少左右 有沒有懷疑過那邊 低於香港 低於香港 一個畢業生四千元左右 港幣四千元左右 港幣四千元 我記得有一個朋友 當年說台灣聘請她說話 那在說兩萬元 我知道你講哪個朋友 我知道你講哪個朋友 兩萬元台幣 大概都是四千元港幣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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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明白 KL是整個馬來西亞 應該是消費最高 我對這個地方很深印象 因為我當年在雲頂都放了不少錢 我想問 四千元的一個大學生 租屋大概花多少錢 租屋大概花多少錢 租屋很便宜的 租房就可以 租屋就可以 租二百多呎 可能是嗎 我不止 租屋最小的一千尺 都一千尺 一千尺 一千尺 在你的區 所以馬來西亞八百元以上 差不多一千六元左右一個月 那如果你一個 正說出來工作的 你就不會租一間二百多元自己住 一個二百多元 一個二百多元 三個房子 一個人不會 對呀 三個朋友 大家合租呢 會不會很流行呢 都會的 都會的 OK 不如問問本地一點 Ben你在香港 你覺得有什麼不習慣 如果跟馬西亞比 人多 因為我們習慣了 三百倍香港這樣的地方 我們大概三千萬左右的人 即是三百倍面積 香港的面積 但人口如果三千萬人口 三千萬人口 人口大概是香港四五倍左右 四五倍左右 那應該那個 差很遠 可能去到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可能我機關槍出來掃到死不了一兩百 哈哈哈哈 應該都找不到有人 不過呢 就不是那些人分平均來住的 主要集中都是 吉隆坡 吉隆坡 吉隆坡最多人 還有斯蘭鵝 現在吉隆坡和斯蘭鵝已經差不多黏在 你分不到邊界的了 想了解一下 吉隆坡不是屬於 這個 是不是雪蘭鵝 雪蘭鵝州 因為馬來西亞好像是分十幾個州 很久以前 獨立的時候 馬來西亞就是十三個州 現在就是十三個州 加多三個叫做 Federal Territory Federal 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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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邦 是的 加倫波就是第一個 Federal Territory 那 它不屬於雪蘭鵝州 即是類似我們國內的即核史 即核史的概念 是的 那它的財政就直接匯報國家 就不需要匯報雪蘭鵝州 是的 類似應該和即核史 即核史的概念應該相近 那如果我們香港人 真是想去馬來西亞定居的話 你有什麼城市 有什麼地方好介紹呢 香港人 是的 加倫波 最旺的 接近一點 接著又便宁 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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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就做科 新山 即是新加坡邊界那裏 這個題目 就不是那麼容易回答 為什麼呢 看你去的目的 如果你去退休的來說 我就不主意去吉隆坡了 因為吉隆坡是做生意 去做工 上班 你去退休 就去一個靜點的地方 是吧 去便宁 便宁 東海岸那邊 很舒服 很靜的 有小人 不過如果你 你喜歡 那些夜生活 那些夜生活 就沒有了 OK 我想問那個太陽坡 沙巴 什麼沙奴越 就應該不算是東海岸 算是另外再抽出來一個東馬的島 沙奴越 好像那個地方 是的 沙羅瓦和沙巴 那邊就在一個島 我們叫做西馬就是一個半島 黏著泰國 是 東馬就是沙巴沙羅瓦 就黏著汶萊 和印尼 是 那三個國家 就share一個大島 哦 不過馬來西亞真的很舒服 因為我剛剛早前在沙巴旅行 就是不要說旅行 就是我是很有興趣在那個定居 因為譬如像沙巴那樣 就是你會覺得很安逸的 這個城市 就是不會像香港 或者很繁忙很匆匆的感覺 那Vin就上去定居了 那Vin也是 統身統治香港人 入鄉我也知道入鄉要隨俗的 那如果類似像Vin這些香港人 去馬來西亞定居 有沒有什麼建議 就免得他過去都被人打 有什麼避壞 就是會不會說 不可以 例如一些伊斯蘭國家 可以長時間看著一個女生 即是他可能會合作蒙住 你嘗試看著他都可以告你 尤其是香港人 有時真的比較隨性 即是我想做一件事就走了 這樣就 得罪了人知 得罪了人知 所以會不會有什麼建議 或者避壞給Vin呢 去到馬來西亞 我覺得很多種族不同 最保守的就是那些伊斯蘭那些人 即是馬來人 如果你跟馬來人去socialize 那時候 第一就不要吃豬肉 第二呢 那些女人穿衣服就不要那麼性感 你知道他們的女人全部包 就好像類似他所說的伊斯蘭類似伊斯蘭教 還有有時那些小小的細節 我們都要注意一點 為什麼呢 好像我們說 有時我們說話不是指的 我們用這隻手指 食指 食指來指 他們這樣就很粗魯了 他們指就要按著那個手指 拳頭手指弓在上面 這樣指 還有 有時我們說話 說慣有英文 即是我們說 hope for the best 就說 fingers crossed 對他們來說 就是一個 不對的expression 因為cross the finger 即是說 我們有時說 是一個phrase 我們都不記得了它怎麼來的 cross the finger 即是代表 christian 一個cross 所以cross the finger 為什麼只說 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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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對他們就不會cross the finger 主要是文化的一個差異 文化的差異 所以我們就 有時就說 明白他們的一些culture 我們不就是 要改變一些 好像你剛才說的 什麼徐家話 入鄉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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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印度人也是 印度人最生氣 人家就拿著腳來控制他 是 是 泰國人都好像是 你用了腳 或者摸他的頭 也絕對是忌衛 我記得泰國 因為始終泰國 星馬泰 以前的旅行時 星馬泰 這三個地方 我相信應該很多有共通點 在秘衛 或者文化的交流上面 香港人都會無緣無故摸你的頭 不是 我們踢球入到球 就是無故摸你的頭 都是尿膠打的 來到我們這集尾聲 最後幾分鐘時間 都想和Ben 或者我們了解一下 其實現在馬來西亞 畢竟我們節目是強國生活者 都想圍繞一些 和我們國內 中國的一些可能 在現在馬來西亞 多不多一些 我們國內的同胞 可能是定居在馬來西亞 可能是設廠 做生意 或者做一些貿易 或者譬如現在 會不會多不多一些趨勢 是一些國內的同胞 可能是定居在馬來西亞 或者會不會有些類似的情況 現在好像大陸人就多些 香港人都沒有見到有這麼多 很多都是來做生意 投資 開廠 開廠也可以 看你自己的技術 是甚麼 如果是香港人來到 如果是年輕一點 你可以找工作 很多這些工具 很多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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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工具 匯科 finance 工程师 都需要的 这些人才 你说来做生意 现在有很多生意 我们叫做borderless的生意 internet sales software company 这些你去哪里都可以做 做食 就是最容易做的 我觉得 如果你去一个新的国家 你不熟悉的国家 做什么生意好呢 最容易我觉得是做家门 franchise 因为他已经有一个system 你给他钱他就教你 可以说有个师傅 看着你教你怎么做生意 OK 都多的 现在国内很多在大陆人 在马来西亚开一些家门 或者切藏 如果在马来西亚做生意 会不会好像我们在国内做生意 好像是上一集温州 那里有国情 要和官员打交道 不要说到这么白要给钱 就是出来吃饭 会不会在马来西亚上 没有这些潜规则呢 规矩 是的 正式做小生意 正式做小生意 很少会跟官员打交道 吃饭 因为做小生意 很少有这样的东西 拿牌照也不难 不难的 尤其是做家门 那些已经 你找个位置 就差不多可以做生意 OK 好啊 我们节目到最后一分钟 其实有很多东西 还想问 不如问多一个问题 好 我们讲一下旅行 如果香港人 还没去过马来西亚 有什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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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好吃 例如 垃圾 垃圾 炒鬼丢 福建炒 福建炒炒得黑黑 用黑油 这里没有的 你吃的那些印度饭 叫做公椒叶饭 没有碟 把饭放在公椒叶上 很多种不同菜 用手吃 一次到可以去到 吃到马来西亚的菜 吃到印度菜 甚至是中国菜的菜 一定有 泰国菜也很 popular 还有泰国菜 一次过去 有很多的愿望 哇 弄得很饿 快点允许我们去收工吃饭 就可以吃马来西亚 今集差不多了 再次多谢Ben和Junior 可以上来给我们认识马来西亚 我觉得还有问题 想问下次再邀请两位 再次和我们分享马来西亚的现况 再次多谢各位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谢谢